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判决如下 法庭宣判引发新的婚夫 判的婚夫我不服 去把罪押金交一下吧六百 对了安排一下陪货吧 还得陪货啊 走近老人 仿治心酸往事 他那是没人陪他说话 养点鸡啊养点羊 这老伴老伴 死了一个剩下的就没半了 欢迎收看普法栏目剧《威影集》 《从前那棵核桃树》第二集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咱们接着讲这个三集的剧集 是围绕着小山村里的一个老人家来展开的 故事的起源是个小小的纠纷 就是村里有个村民叫赵二民 罚树的时候不小心损坏了 三奶奶家核桃树上的一根树叉 一根树叉不至于啊 大家伙都觉得是小事 可是三奶奶毫不理会 二民提出的道歉跟赔偿 而且说了打官司 这树尼那个恢复原状 他们就先后找到了镇上的张法官 张法官是经常到这村里来做普法调解工作的一法官 跟村民们的关系非常好 这次呢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觉得这事还是先调解 别伤了和气啊 哎 这三奶奶您提出的要求我们尽量满足您 但是呢三奶奶很强硬 不行 调解什么呀 打官司 张法官一看说 要不然咱把三奶奶儿子儿媳妇找来 家里人劝劝老太太 可是没想到 这老人家和儿子儿媳妇之间 矛盾也很深 另外一边 村委会的石主人也表示 我们这三奶奶在我们这村 那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这谁敢招她呀 所以最终调解就失败了 无奈之下张法官只能选择开庭 三奶奶的这场纠纷 到底能不能通过这个开庭 得到一个她满意的结果呢 这些问题啊 咱们得接着往下看 这是费干儿 可以找人意味的 老干 就是我的 那就会不会吧 这不就是我的 这不就是我的 真是我的 不就是我的 静一湾 我可以 它有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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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可以 就行了 袁哥 去你自己打人機就好嗎 你難好嗎 這有幾天都沒了 素記 素記 善告 別告 善受 不是 袁哥 回到你的位置上 那有車嗎 都別說話了 二小子要開庭了 孟王氏 你怎麼把船拿走了 我想法庭外邊是三奶奶 怎麼進法庭裡邊就變成孟王氏了 素記 孟王氏 這是莊嚴的法庭 每個人都得遵守法庭紀律 不然的話 要受到蔑視法庭的指控 小王 把法庭拿回 憑啥你能吃 老外心你不能吃 素記 孟王氏 訴趙二明 財產損失業 現在開庭 趙二明 你別坐在那兒裝著更人似的啊 我問你 你有爹娘嗎你 你是你娘生的嗎 孟王氏 請注意你的言辭 咋 我說的都是大實話 他不是她娘生的 他是石頭缝裡的蹦出來的 法官 你聽他這都說的啥 這事你要不管 我也來粗子了啊 被告 你坐下 被告 你等原告說完了你再說話 原告 你剛才說的印本案不關 說印本案有關係呢 哎 我殺二小子 你 張法官 這老話怎麼說著 這老的張口三分鏡砸 你不讓人說話 被告 他年事大了 先讓他先走 原告 請你說 與本案有關吧 被告毀了你的養老數 這些情況 本庭都知道了 請說說你的訴求吧 我啥要求啊 啊 俺不是那不講理的人 這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 我也不要他的錢 我也不要他的雞蛋 我就是讓他 砸把俺的樹砸下來的 再砸給俺 接上去 俺就這要求 原告 這是法庭 你不能無理取鬧 你把話說清楚啊 啥叫無理取鬧啊 原告 被告毀了你的樹 你要求賠償那是應該的 當然那樹剎子已經掉下來了 你怎麼讓他給你接上去 就好比一個人被殺死了 你還讓他活過來 前些日子 我把樹比人 哎 你說 樹是樹 人是人 哎 今兒你怎麼又把樹比人了啊 哎 我倒要問問你 那到底是樹啊 還是人呢 那當然是樹了 是樹你咋和人比呢 哎呀我説你 咱是法官 咋還和原告吵架 好了 原告 請說說你的訴求吧 就這 被告 你的意見呢 法官 法官 那樹剎子 是俺不小心給砸下來的 還應該陪 這法院咋派 還咋聽著 要是這樣 原告還不同意的話 那我只能要數沒有 要命一條 好 法庭辯論結束 何一庭何一 三十修庭 看這兒啊 你也來了 我咋也沒見過你了 真沒見過這樣的老太太 張法官 您說她是來打官司的嗎 這不是無理取鬧嗎 這官司咱沒法判 沒法判也得判 這就是鄉村法官 來來來 合一合一 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現判決如下 一 判令被告 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 向原告賠償經濟損失三百元 二 本案訴訟費五十元 由原告承擔二十元 被告承擔三十元 三 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與法無懼 一律駁回 你 你這本判我不服 判你不公 我不服 我不要他的錢 我就要俺的數 你 你快停下來 你不許這麼判 你不能這麼判 你停下來 我不服 你停下來 你不能這麼判 你停下來一點 你上訴 現在必停 你 你 你 四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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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快送去醫院 大夫 沒事吧 別說話 就做個訓練圖 再搜一個CT 師父 你緊張啥呀 咱們又沒做錯人了 話是那麼說 這個CT 注意一下血壓 可以 我們出去搜 站住 沒啥大事 一個問題不大 但是人上了年紀嘛 秀著刺激 可能需要住院觀察一天 還得住院啊 以防萬一 這樣的話 你們給他辦個手續吧 謝謝大夫啊 沒事 師父 你們是三十床家屬 三十床 家屬 孟王室的家屬沒來嗎 對對 是我們 去把座院押金交一下吧 六百 不是 啥意思啊 這件還得我們交啊 對了 安排一下陪護吧 還得陪護啊 留院觀察嘛 沒人陪護怎麼行 老少爺們們 姊妹娘們們 咱今天啊 沒別的事兒 就是抗旱的事兒 我知道啊 這兩年 咱們家裡不缺糧食了 可咱是農民啊 咱不能讓這個糧食汗死在地裡 咱們跟上面請示了幾回 要求了幾回 終於啊 領導 批給了咱們幾噸柴油 那都是抗旱的 從這個明天開始 南軍老少 一律上陣 哎呦 行了 行了 五里地以外就聽著你嚷嚷 聲音怎麼就這麼大 你又不是個大教教律 你譜法的時候啊 那教訓的聲比我還大呢 你才大教驢呢 謝謝你 我知道 你這一來就沒好事 你說吧 又來找什麼麻煩來了 什麼話 你對法律啥態度 還行 咱說個正事啊 是不是 你們村那個孟王是住院的 你不知道啊 聽說了 你們法院有錢 讓他住唄 不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我說這個意思 老張你信不信 他出院啊 早著呢 他怎麼說也是你們村的這 你看這住院費 喂喂喂喂喂 老張 你可別弄錯了啊 他是去你們法院打官司才住的院 所以啊 這個錢的事啊 你不嫌別給我 這回啊 三奶奶可逮住個有錢的主了 看法院拿他怎麼辦 這住院費呢 我想辦法解決 可是 這孟王是他歲數大了 是不是 你們村子們也得派給人看護啊 哎呦我的好老張啊 現在男女老少都在抗旱呢 哪有人去陪他呀 老師你這就不對了 咱們國家那保護老年人 那是有專門法律的 你們法律是講法的 是不是啊 那個我們村老太太 好好的走著進去 躺著出來了 這老人你們怎麼保護的 我跟你說啊 這個法律啊對誰都一樣 你跟老師你 行行行 我說不過你 哎呀 那咱這麼說吧 這個住院費呢 我想辦法解決 可你總不能讓我們法官 一日三晚倒的去陪護他 老人家的 你不是我這兒也抗旱交流地呢 我這兒也沒人陪他呀 那咱這麼說 他們家人真的有任何辦法 咱得做工作做 做工作做 這給你做做 我陪你去做 行行行我便去 走走走走走走 哎 舒英啊 你婆婆都賴上法院了 真有本事 哎 買我 水馬 你吃飯 出來上學去 你打開磨磨蹭蹭的 初心 我想去看一下咱娘 那是你娘 不是我娘 事都过也这么些年了 能不能 你要回去可以 你带着东西搬回去 咱俩分开过 我娘 她就是太偏袒我了 这也没错 可是你娘 她对我做的那些事 我这心里 我一辈子也过不去 除非 除非啥 算了 算了 她也不是那样人 你吃完了吗 吃完说了 老板 我 我 这 我 这个菜是前天做的都松了 没有啊 你尝尝 娘 这个就是一盘上菜嘛 说硬了 不是妈说你了 往后里面要是有了孩子 那能省的呀 就得省 知道吗 什么你的房间呢你啊 这个家都是我 你走 我没有你家儿子 你早就想赶我走了 是吧 家里没人呢 看来啊 这真没在家 老张 你来得不凑巧 有这么来 你先回去吧 等我回头 我见他 我跟他说说 本来嘛 老人病了 你再有怨气 你打扰女生 这年去看看 是不是 这您小心嘛 老师 把厂所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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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头 我见了 我跟他说说 姑娘 你看啥书呢 没看啥 读道给我听听呗 多大了 有对象了吗 我说您就好好躺着吧 让我轻轻一会儿行吗 你还是法官呢你 你怎么跟老人说话呢你啊 你对我在这个态度 我告你去 我说您 我说您 师父 你自己来的 你来干啥呀 来干啥 来职业班 你都多大岁数了 咋轮也轮不到你啊 行了吧 谁叫事是我惹的呢 你赶紧回去 你心那么软 根本就对付不了这老太太 你说你这孩子咋说话呢 那你照顾照顾老人 那是对付啊 行 你回去 我对付她 孩子还是对付呢 张法官 你来了 来了 快来来来 给我说说话 那我回去了 走吧 一旅行都干得了 知道 张蓝蓝 老妹啊 给您说说话 来来来 您上床 那我看看 您这气色多好啊 您哪有病啊 你这是傻话呀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我能没病 我脑袋疼 我浑身我哪都不好受 张法官 你坐下坐下 我跟你打听一个法律上的事 你们法院把我欺病了 这在法律上有啥说法吗 三奶奶 你真想问这事 那我就告诉你 要从法律上讲 这事呢 你就得做一个法医鉴定 要真是我们法院让你生了病 那我们法院呢 就得赔偿 可要不是我们法院的事 那你这次住院的钱 那你就得自己逃 那算了 算了 我不跟你们一般见 我还不跟你一般见识 这老太太真是 你别走啊 哎呦老太太 你拽着我干嘛 放手你放心 我不走 咱关灯睡觉 别关灯 这亮灯 我心里都敞亮 老太太 那不是我说你 你在你们家 你都开灯睡觉 一个人 天黑就上床 开啥灯啊 废电 你看看 说实话了吧 老张 张法官 张大头家的二小子 哎呀 小姑娘 不叫你这么叫 你怎么还这么叫 我叫你老张 你不答应 叫你张法官吧 你就不答应 叫你张大头家的二小子 你增强的就做起来了 你还是爱听这个 孟王氏 你要再这么叫 我准时就出去 你那案子 给你报回 那你公包丝绸 就公包丝绸 我叫你是有事 有事说事 你 我冷 你把你那背给我搭上 我给你搭上 我干什么呀 你这不是大衣吗 那大衣他短 他改不住腿 你往下拉了呀 我往下拉了 我膀子怎么办 你再往上拉了呀 我往上拉 你躺下 躺下 躺下 这回行了吧 那还是睡吧 来 来 张大官 老张 张大头家的二小子 你不能说 我 aspect了 你不说 我发现在 落到银子 我发现 还满鼻子 那是中国人 怎么办 我发现 你不是 你不说 我发现 她发现 你不说 潜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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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祷 祈祷 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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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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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祷祷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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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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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给您兑好了 洗了脚 您就睡 这才几点的就睡觉 二小子 来来 咱们家俩乐老科 气还没消呢 我得哄他去 那这才几点呢 你看看你个老太太 愿不得人家说你啊 娶了儿媳妇 不让儿子进人家屋 看来这话是真的 好了好了 别生气 您呢 洗洗睡吧 二小子 你娘死多少年了 你说你个老太太 你咋知道我娘不在 我咋不知道啊 那年你爹张大头 跟我老头子 一块去饭驴 回来的时候啊 在我家歇脚 拉起你娘来哟 你爹哭的 鼻子一把了一把的 我爹提到我娘了 这事我倒不知道 他说我娘啥 你爹那个老东西 你娘都死了 他也不说她个好 他说你娘活着的时候啊 他俩光吵架了 可不是了 俺小的时候 竟记着他俩打架 一天不打都过不去 可你娘死了 你爹又说响呢 俺爹还说俺娘啥呢 你爹说啊 你娘吃饭的时候啊 光见着家里人剩下的吃 你娘活着的时候啊 没叫出咋的来 可你娘死了 你爹一个人过日子 有一天 有一天 他看见锅里碗里的 咋竟是剩饭了 这才想起来 你娘走了 张法官 你说 你爹一个大男人 他说他害怕 怕 是啊 到了晚上 他不开灯 屋里黑 他怕 开开灯吧 这满屋子的影子 都是他的 还追着他 你说 谁不怕 俺爹不容易 俺爷不是那个 不懂事的人 几次劝他呢 再找个老伴 他都不找 这老伴老伴 死了一个 剩下的 就没半了 三嫂啊 咱们一个人下地干活 我三哥呢 嗨 就这点活 我一个人就能干了 用不着他 你三哥 躺藏了几个月了 根本来不了 都说他命硬 方人 哎呀 你咋这么说话呢 你三嫂那是当嘴 逗不心 其实人心可好了 你别这么明信 什么明信 走吧 走吧 说说说 成天教主的脚蛇根子 也不怕阎王爷 干掉你们的舌头 娘 黄海 咋了 俺爹吐血了 他爹 他爹你这是咋了 你别吓我呀 他爹 他爹 这天不是还好 你这是咋了呀 他爹 我没事 俺这就去上医院 跟你找医生 他娘 别操心钱了 把自己的身体 我还知道 把自己的身体 你别瞎说 我希望你和郭海 过着好的日子 可是连累了你们娘 俩 你别丢罪我们娘俩呀 大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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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奶奶 以后啊 别叫张法官了 这又不是在庭上 再说了 在您老面前 我哪敢自封张法官呢 那我叫你啥呢 你叫你老张 你比俺岁数小 把你叫不出口 那要是没人的时候 你就喊一声 二小子 那哪成啊 你大小也是个法官呢 行 那就随您的愿吧 三奶奶 您看看 这世间的人情事故 您不都懂吗 干嘛为个树叉子就过不去呢 哎呀 这不是我说你 您是长辈 您要是在那小辈面前 显得大度一些 那小辈呢 都愿意亲近您 那您过的是啥日子 那不是一根树叉子 你又来了 图着个树叉子 是啥 三奶奶在法庭上和乡亲们 谈话聊天 闹了不少笑话 其实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法庭啊 那是个很严肃的地方 无论是作为法院依法行使 国家审判权 审理裁判诉讼案件 定分指征的场所 还是作为法院设立的 审理诉讼案件的机构 那都是庄严肃穆 神圣 不可侵犯的 所以张法官 啪一敲法锤 口头警告 张法官就三奶奶 跟二民的纠纷 进行了合议庭的合议 并且宣判 结果是这样 判决 被告 赵二民 赔偿原告三奶奶 经济损失 人民币300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117条的规定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 或者他人的财产 应当恢复原刀 或者折价赔偿 听合理吧 三奶奶不干 不服 情绪之激动 以至于当庭就昏倒过去了 三奶奶 儿子儿媳妇 知道这事以后 也没有去支付老人的医疗费 也没有陪护她 也没有履行 做子女的应尽的义务 那这个就不对了 违反了法律和盗子 这个新修订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 第十二条规定 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 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 对张法官来讲 这场官司确实是麻烦 还有点无奈 但这个过程当中 张法官却隐隐约约感觉到 老太太之所以这样 这心里肯定有个心结 她一直疑惑 三奶奶为什么对一根树叉 如此固执 甚至不近人情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她感觉到 这个老太太 外在很强大 内心很孤独 老太太这个心结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这棵核桃树的官司背后 还隐藏着一个精彩的故事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普法栏目剧 我是王小蕾 明天见